大家看Word 2-1怎么做 这个先关掉好不好 那我们在这里有12345 五个附件对不对 现在开启2-1 2-1打开 然后把Excel打开 Excel我们到1-1这个来好不好 1-1就是我们的资料 来把它从这边到这边来 到这边最下面 还不够 从这里一直到这里 还有下面这不要忘记了 不要就到这里 下面就少了再见 Ctrl-C 回到这边来Ctrl-V贴上 OK 那这个格线不见怎么办 点进来了以后 请你到板面配置这边来 这里有检视格线 记得打开好不好 不然你看不到你的格 看不到你的格子 好进来了以后第一件事情 Ctrl-A全选 格式 字形这边 中文设为什么 星系名题 英文设为 Times New Roman 过头了 跑去哪里了 Times New Roman 标准 12 OK好确定 自先设好 然后接下来要去对齐的动作 你来看看我们的 这个 所以你看看这里 这边是靠左 剩下都是靠右 这个是自中 然后等一下上面还要加入这个 OK 好所以进来这边 所以这两个是靠左没有错 剩下来要怎样 靠右 这个让它自中 然后点一下表格 按右键 这里一个自动调整 为四窗大小 它就会把这个填满 两边填满 这样了解意思吗 好填满了以后 接下来我要选这两列 选这两 选这两列 然后按右键 插入上方列 然后呢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这里呢 要有两个标题 在这边对不对 所以我点选这个 所以我点选这个 让它合并储存格 这个也让它 下面那个也是让它合并储存格 然后让它靠右 上面的自中 好这边要打入什么 打入这个叫做 鼎心资讯公司 民国89年业务部门 员工未休假奖金统计报表 所以鼎心资讯公司 民国89年 民国89年 民国89年怎样 业务部门 员工未休假奖金统计报表 业务部门 员工 未休假 未 未休假 奖金 统计报表 没错 好接下来 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它的字型要多大 报表标题15点字 自重对极加单线底线 右下面要插入一个民国 所以这个是15点字 15点字吗 我刚刚确定 15点字 15点 没有 怎么办 用哪的 Enter一下 然后它要有单线底线 右下这里要插入日期 插入日期值时间 一样台湾中文 然后中华民国立 民国这个 105年6月1日 确定 来Check一下 就OK吧 好接下来我要画表格 对不对 这里是2又4分之1的线 下面是1又2分之1 然后下面是双线 然后往底 这里最后这里不要 所以这个选它 要去画线 这里有画线 或者这边设计的地方也有可以画线 那我们的线怎么画 来第一个 这里要2又4分之1 所以我就选2又4分之1的一条线 它是用手绘的 那我就很简单这里这样子拉过来 不要拉错了 再来这里 1又4分之1的线 OK 然后接下来我要1又2分之1的线 1又2分之1的线 因为现在里面有几个 1、2、3、4个 你这样去画 太累了 所以怎么办 你可以这样子做 来把手绘表格取消掉 然后我就选这一个 然后在框线往底的地方 框线往底的地方 你去画框线往底 第一个我要怎么画 我要1又2分之1的线 上一条线 再来选双线 这里再改一下1又2分之1 它会跳回来 然后下线 上线下线 完了以后 接下来要往底 点往底 点灰色的就好了 或者是这个灰色 或者是这边的灰色 OK 这边灰色好了 OK 好 确定 这个设好对不对 来看一下 那我这里很简单的 下一个按F4 这个再按F4 它就重复上一个动作 这个再按F4 这个也一样按F4 可是我最后面这里 它是没有框线往底的 所以我在这里就很简单的 框线往底让它无框线 OK 好 所以这样子check一下 15点字 往底 15点字底线 这里 考试当天日期 2又1分之1的上下两条线 1又1分之1的上线 跟双 两条的下线 然后往底 最后这里有往底 这样OK吗 那这一页多了就不用管它 所以这样子我体育组2 附件1 握的就做好了 可以吗 1分之1 4分之1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